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我背后这台Hurakan LP610-4 它产品新的特色最主要是来自于说它拥有更多的面向 它透过Anima动态模式选择器 它拥有Strada 舒适模式 SPORT 运动模式 还有Corsair 赛道模式 那这个会在控制其他车辆的监控系统 比如说我们的LPI电子监控系统 再下去控制电池悬吊 四轮驱动系统 引擎 变速箱 还有转向系统等等的反应 那随时调出最适合当下路况还有当下选择模式的设定 那这里也让Hurakan它能够同时拥有非常舒适 容易上手的特性 但是在赛道上面它又像传统的Lamborghini一样 它是非常雄款的一台赛车 那在引擎上面它还是一群传统 它采用5.2升的V10引擎 不过这个全新的引擎它拥有钢内直喷以及传统多点喷射 共同并用的设计 就是在超跑界里面首创 这个的优势是说它可以让它拥有钢内直喷高马力高输出的特性 但是同时在视讯里面使用时它又有效降低燃烧温度 借而降低油耗还有氮氧化合物的排放 符合欧盟6期的规范 那在变速箱方面它这次Lamborghini首度采用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那这个让Hurakan它的产品面向更为多元 它可以同时是非常舒适 在视讯里面它是如一般自排车的好开 但是在赛道上它又有很快的换挡速度 也更为直接 这个维持Lamborghini对于性能的坚持 那这次Hurakan它也采用了LDS电池主动转向系统 那这个转向系统它是可变的持比系统 也因此它可以按照你选择的模式 以及你行驶的车速去调整出最好的转向持比 Hurakan它也配备了LMR电池悬吊系统 这个悬吊系统它调整可以从0到5000牛顿米的调整范围 它可以有效地在一般比如说台北常见的路况之下 它去消除过多的震动 可是在赛道上它又可以调到最强 以因应赛道上面高拘力高抓地力的环境 Lamborghini Hurakan它载台售价是1508万 那今年预计差不多第三季会开始交车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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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